温如萱今天受邀到大陸参加歌唱节目 同时还要准备两场小巨蛋演唱会 生活可说是超忙碌 不过上周因为感冒没好 在飞往长沙的过程中突然觉得耳朵好痛 而且所有声音好像都被蒙着一层骨皮 听力剩不到一半 让不少粉丝相当担心 而他今日也透露在获得充分的休息后 听力目前已经渐渐恢复正常 心情也调适得不错 已经准备好全力冲刺演唱会 并想要在演唱会倒数12天 官方也抢先公开演出歌单 可说是一大创举 而歌单曝光后 也让粉丝们纷纷兴奋直呼 已经准备好要去演唱会了 也有许多歌迷在底下留言敲碗 希望演唱其他手没有在歌单上的曲目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